應該是這麼戴吧 我記得還能戴線 海綿寶寶網友 發來高門彈幕 為什麼當年物資被忌兔 被忌諷曬帝送封了 沒人說 因為物資是中國人 德賽是韓國人 收到超管提醒 請注意 壞了 超管也是韓國人 不是他問我為什麼 他問我德賽有物資 我回答了一下怎麼就被警告了呀 感覺 物資跟德賽的話 可能是因為大家對物資的期待比較大 所以說落差 導致的就是有人會瘋狂 但是微博打 T1大家對他期待本來就不高 本來就沒指望他贏輸了就輸了唄 反正一定會輸 那輸的慘跟不慘有區別嗎 但是物資當時誰不希望他奪冠的 誰不覺得物資能奪冠 都這麼覺得的呀 他沒贏啊 你媽誰對微博有期待 你期待了 直播間裡有期待微博贏的嗎 有覺得微博可以贏的嗎 沒有吧 既然沒有的話那罵他干嘛呢 輸了就輸了唄 對啊都都不希望 那出現了一個大家都希望的事情 就大家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那肯定不會有人發顛呢 但是物資的話是大家都想他贏啊 結果沒贏啊 所以就發顛了呀 這不很很顯而易見的事情嗎 那現在罵他的就是就是報應嗎 就是以前他的粉絲罵過別人 現在罵他的也就是那些人了 但是當年就是物資的時候 就主要還是因為就大家都很期望吧 感覺永遠打不過LCK 也不至於吧 可能選手更新的現在有點慢吧 就是因為LDL被假賽耽誤了那麼長時間 導致現在選手更新的就很難 就上面只能用自己信得過的人了 那些新人什麼的 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被腐蝕 那些新人每個月拿著五千八千的工資 在那打比賽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打什麼 在LDR 那你要不要把他提拔到一隊來呢 你不敢吧 他在二隊一個月八千 他到底一隊一個月就得兩萬 可賽不都說了嗎 他年輕一點他肯定幹出咒死 但是他現在年紀大了 但是 年輕上的 那 換不好換了呀 但現在年輕上的 中國不也有兩個嗎 369跟兵 這兩個不是很突出的嗎 只不過都沒晉級 我不知道他倆年不年輕啊 反正應該比小虎年輕吧 加一騎打不過咒死 他媽兵給咒死 夾克斯單殺酒桶單殺成什麼B樣子了 都給他給殺爛了好不好 但是他們中下路沒有那種T1的那種體系啊 就是 T1的中下路是什麼狀態 能給上單那個永溫格溫創造的那個環境 如果能創造給兵 兵也可以贏的 但是感覺兵造咒死還是差點 就是差一點 感覺他有點著急 他有的時候打的 就是還能沉澱 這個人還能沉澱 上限還很高 咒死也有上限 但是他現在已經到上限了 所以說你就不會再往他想 他還能成長到哪裡去了呀 因為他已經是上限了呀 咒死才19啊 我操 那等於說T1 四個年輕的就是潛力無限的選手 加一個Faker 當這個大腦指揮打架 LPL現在就是 Faker這種的隊伍裡應該有兩到三個 然後帶兩個新人差不多 LK1代4 LPL3代2 或者4代1 LPL什麼時候搞成1代4啊 他有一個問題你知道嗎 就是你媽逼 他 現在英雄聯盟你這個分 大家認可的是韓服對吧 他他媽韓國清訓在韓服裡面找人 我們國服清訓也在幾個韓服裡找人 那你說他要他是先來先去韓服還是 現在LCK還是現在LPL呢 那你這清訓你肯定選不到狠人的 你不可能 那啥呀 飛翔的昆士蘭大龍蝦發來高能彈幕棍哥 其實刀塔也沒新人 也是去外服挑選 所以刀塔現在不也這個B價嗎 都老人在頂著嘛 超哥不也說自己歲數大了